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事件表现不错 再创新高 我们上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指数 早上开高的时候 就涨200多点 那目前指数呢 还有涨个150几点左右 对不对 好 指数呢 再创新高嘛 对吧 好 昨天我们都还在等什么 辉达的财报啦 我们也认为说 辉达财报应该不错啦 那当然盘后公布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 哇 台北股市 再创新高嘛 对不对 好 那是不是代表了说 辉达财报出来之后 台北股市创新高 接下来呢 一路走攻击 现在是18800多点嘛 是不是万九 是不是两万 就一路往上涨 好 对 今天我们慢慢来去谈这个问题啦 因为我觉得盘市走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这么讲啦 其实你想想看 最近这一段融资啊 从过完年之后台积电 带动台北股市涨了五六百点 然后呢融资开始一路大增嘛 对不对 好 那这段过程里面呢 融资增加的买进的人呢 在这个时间里面都希望什么 指数一路往上攻嘛 那我们去试想嘛 如果说指数没有往上 没有一路往上攻 又开始出现震荡的话 这就像我之前跟他说的 不知道谁去接最后一棒 那但是呢 这个盘到底会怎么去走 我们慢慢来做解说 好不好 仔细看 昨天啊 那个辉达公布财报是在盘后 所以呢在盘中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到啊 比方说以美股来看 道琼大致上也只有涨0.1% 现在维持在月线附近嘛 在他公布财报之前 那把指数呢 他是破月线的 但是也没有跌很多了 这一半呢 也是比较偏震荡 大致上是维持在月线附近 好 你注意看 其实最近美股的走势 跟我们在那个1月31号 我跟大家讲的 那个位置区差不多嘛 现在就是维持在哪里 我那时候说嘛 2月中之后呢 要提防美股破月线 现在美股所有的指数呢 几乎都是在月线位置区附近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那时候我们跟各位讲的 美股的状况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呢 因为当昨天挥打 盘后一公布财报之后 好 我们来看 他财报好 我说大家都是在预期当中啊 上季营收呢 猛增超过两倍 什么本季看望 盘后呢 结果盘后大涨10%嘛 这10%不小 盘后一开盘的时候涨10% 然后呢 之后呢 目前大概涨个7%到8%左右 那如果我们以NVIDIA 这样的走势 来看 他今天会怎么走 我们来看 灰打在公布财报之前呢 他这个地方就跌了差不多9%了嘛 好 那今天公布财报之后呢 他现在涨个7%到8% 我们就当作涨个8%到9%左右啦 那代表说 今天晚上的灰打 他股价又回到前高位置去啊 是不是 他是不是又回到前高位置去 没错啦 好 那当公布财报之后呢 他今天回到前高位置去 之后他是不是一直在往上攻 这我不知道 这个慢慢我们再来看 但是如果说 我们就以灰打的股价来看 他今天晚上会回到 前面高点的位置去 但是呢 其他的AI的个股呢 可能未必会回到前高哦 为什么 这是美超位啊 在灰打公布财报之前 他将近跌了三成啊 那今天灰打如果涨起来的话 是不是代表说 他一定大涨三成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 所以呢 你说他会不会再过前高 目前看起来 应该还看不到 顶多在那边维持在一个区间嘛 是不是 好 再来 AMD超为半导体的股价呢 这波呢 已经从高档跌下来之后 差不多已经差不多 快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了 他现在面临到前低的位置去嘛 好 那会到大涨 那是不是代表你一定过前高 现在还难讲啊 因为这上面已经有套牢筹码区了 所以顶多也是维持在一个区间嘛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现象来去看 今天的美股会怎么走 一定先开高啊 好 那如果开高的话呢 好 你注意看嘛 如果美股今天开高的话 他今天又回到什么 前面的区间盘整区嘛 你看嘛 最近美股现在都维持在那个月线附近嘛 废半也是在月线附近啊 那如果美股今天开高的话呢 他又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里面啊 是不是 那当然啦 我们现在后面要看啊 你回答会不会一路在创新高嘛 一路在创新高呢 科技股当然是就一路往上走啊 问题是 你有把握说他一路创新高吗 现在很难讲啊 可能是维持在高档那边跟你维持区间啊 如果说以这样的走势里面来看 那不用讲了 美股现在后面的走势也是应该是 维持在一个比较高档的位置来回走区间嘛 是不是 好 这个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分析啦 实际上我今天跟你讲这些东西喔 全市场也不会有人跟你说啦 反正大家都是那个股票最强的都是你的啦 好 好 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再来讲 那既然美股现在维持在一个月线走区间 那代表说他多头还在啊 可是呢这个多头还在 是不是说他一路就能够持续往上攻 各位你仔细听喔 我在这几天我一直跟他们讲一个重点 我就说现在有两个关卡嘛 一个关卡是这个时间点 NVIDIA公布财报嘛 另外一个时间点呢 是在3月12号这一天嘛 对不对 要公布CPI嘛 是吧 所以我这两天跟他讲啊 美股现在在技术面 已经来到月线的位置区了 但是我说会不会一路跌破月线再往下跌 那当然除非NVIDIA是利多出境 那如果NVIDIA没有利多出境的话 我这两天跟他讲啊 他就是维持在一个区间 有没有 我这两天跟他就维持在一个区间 但这个区间我不排除说 他还有机会呢让你看到高点 可是呢这个高点 可能再注意啊 我今天测标里面有写啊 会不会这个高点造成假突破的现象 什么意思 这东西我们要待会跟你做解说啦 所以你看啊 现在这一关先过了嘛 那美股现在 照理说应该是维持在一个高档区间嘛 现在等什么 等3月12号嘛 好 昨天除了NVIDIA公布财报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联准会的会议啊 现在呢 内容是说啦 多数官员担忧降息过快 那这已经告诉我们什么 你说什么3月降息不可能 5月也没什么人在讨论了 现在最快最快是在6月 好 最快最快是在6月 所以呢 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啊 3月不可能降息嘛 5月也不可能嘛 最快是6月啊 你要等降息 接下来还有三个多月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三个多月 这中间还要去看什么 看通膨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如果说你从整个国际金融里面来看 你看哦 公贷值率现在给不下去啊 昨天涨0.6%现在收在4.31啊 前高是在4.33啊 差一点点而已啊 如果说这个东西它没有跌下来 反而这地方去突破前高的话 我讲你要注意啊 这一定会对股市会有影响 一定会有影响 因为去年一整年 整个殖利率的涨跌 对股市那个涨跌 影响都非常的大 所以呢这个地方如果说 你让它去突破4.33的话 差一点点 对股市一定会有影响 所以我刚刚说啊 我不认为说美股是不是一路往上钢 我认为美股应该偏区间 因为你现在还受限于这个东西 它跌不下来 对不对 好那再来 另外一个重点就来了 通膨到底会不会起来 我跟他说过 因为通膨的数字在研究这个 就是说通膨的这个公式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大 很多那个美国房地产的价格 我们是拿不到 所以我就说我就从油价里面来看 其实我油价也没跌 昨天收在83块 这波的高点 钱高在84块1 看起来好像 如果稍微动一下 真的有机会去过钱高嘛 对不对 那你今天已经来到几号 2月20几号了嘛 美国时间是2月21号嘛 你看啊 现在2月的均价在814 都已经越过11月的80.4 那我问你啊 你再回头来看嘛 3月12号 到底这个地方公布CPI 公布那个通膨的状况的时候 你认为反弹的几率大不大 说是是还没出来啦 但是我就说嘛 我们就合情合理的去分析啊 到底到底这个通膨会继续降 还是说他还有反弹的空间 照目前来看 反弹几率蛮大的嘛 对不对 好所以我就说 从NVIDIA公布财报之后 接下来3月12号附近 这个时间点 这一段过程里面 美股要怎么走 我说最好的手势就是什么 就是在这里啊 维持在一个区间里面啊 最起码你月线先不跌破嘛 那如果说美股现在 还能够维持在月线附近 在那边跟你维持区间的话 好那各位 那对台北股市而言 我就说嘛 台北股市这个地方 它还是多头啊 你从技术面来看 怎么样它是多头啊 尤其今天台北股市在创新高啊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今天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开始你要留意啊 它会不会出现假突破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么讲 我们来看哦 今天整个结构很有趣 你想想看哦 NVIDIA它的利多出来了 而且利多也不小啊 旁后也是大涨啊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到 今天有些股票 一开盘的时候就是高点 就是说AI的个股啊 一开盘的时候呢 就是最高点 这种一开盘的时候 就是最高点啊 而且今天都有量哦 你注意看啊 今天都有量哦 这个个股你看啊 一开盘的时候呢 就是最高点 而且这些成交量 你注意看啊 现在成交量比昨天大一倍啊 你再仔细看啊 金顿店也是一样啊 一开盘就是高点 成交量要比昨天大一倍 像这种啊 一开盘就是高点的股票 一堆啊 有没有 甚至于今天的威盛 已经在创破单地点 这代表什么 照理说啦 我们刚刚就说了嘛 NVIDIA盘后现在是涨的 那你今天高科技股呢 照理说 今天晚上的美股 应该是先开高嘛 最起码那个月线 要跌破 要破不破 先化解掉嘛 如果你台北股 是要走攻击的话 有这个力度 我当然今天赶快先涨AI啊 因为什么 因为晚上的美股 还在涨啊 那你晚上的美股 如果还在涨的话 照理说 我明天的AI的个股 应该还有高点 就算说你明天的AI的个股 如果说高点不多的话 可能高点不是很高的话 你再去涨其他的股票 你这个盘继续往上冲啊 是不是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很奇怪啊 今天AI的个股都是爆量 结果呢 都开高走低啊 结果今天的盘是反而在涨什么东西 涨硬股啊 这些股票呢 它是真的是跌升嘛 跌升出现反而是正常的 可是今天的盘为什么到后面在撑盘的 是不是航运股 为什么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我 这两天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台北股市如果说 这地方在冲高的时候 因为现在融资已经开始一路 一路这边追赶嘛 对不对 如果说台北股市这地方一路 在这两天如果说 在冲高的过程里面啊 稍微有一点亮出来的话 然后呢结果呢 又流出了上影线 我跟他说啦 这个假突破的现象就出现了 这就代表着说 整个多头到这个时间点 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什么 末端的一个状况 或许我今天这样讲 你不太认同 你会说老师 这个盘我不认为啊 这个盘要上万九 要上两万 我也希望啦 我是不是这样走我不知道啊 最好是这样嘛 如果说你认为说 他一定要上两万 我跟你讲 你这里还不赶快买 现在才万八而已啊 问题是如果说 这里是走到末端的话 你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跟他拼生死吗 你想一下 我这两天跟他讲啊 台北股市指数是走高 是没有错 但问题是 我说这里一定会有人 去接到最后一半 结果你会想回头来看嘛 指数算高啊 可是我刚刚就有说过啦 什么叫接最后一半 现在这最后一半 已经让你看到50块不见了 对不对 你看这些个股啊 走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让你看到 上面已经开始 一堆套牢的人了 这边等解套啊 你看荣次一路大增啊 想说赶快摊平赶快摊平 能不能摊平我不知道 如果没上去再往下跌的话 那叫做越摊越平 你看致远是一样 最近已经让人看到了 如果你去乱追的 到现在为止 已经差不多去最后一半了啦 你看这个五下 昨天才刚破警线哦 今天继续再跌啊 你要融资一直买 赶快摊平啦 是不是 上面已经开始 有些套牢筹码区出现了 你看啊 很多客股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啊 指数创新高耶 怎么搞的 有些股票这样 现在让你看到出现破线 甚至于今天有些AI的股票 一开盘就是高点 而且成交量 它大于昨天的一倍 一定有人在卖嘛 谁在卖 谁会有那么大的量在卖 散户吗 我看散户应该是追的比较多吧 很多东西你稍微思考一下 所以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啊 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人 在接到最后一半 如果你现在回头来看啊 比方说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嘛 涨上来大家都有啊 结果现在已经开始 慢慢让你看到破线跌下来嘛 有没有 现在已经开始高档震荡了 很多个股现在都已经开始 高档震荡了 现在都是一样啊 涨的时候你去追 结果现在都跌下来了 你看今天的智霸 哇创新高耶 创新高涨的时候大家都有 现在这几天跌下来 有没有它现在就在开始维持区间啊 现在都高档震荡了 很多都这样子嘛 是不是 我就说嘛 不要讲那些个股 像现在很多小股票都一样 你看连电 到现在为止啊 都已经让你看到 已经跌一段下来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这一段 有没有 那时候你跟我操作的时候呢 我记得那这一段 我们大概将近赚了五成嘛 对不对 后面我就没有再做它啦 你去看后面的空间就是不大嘛 再来呢 很多个股现在都已经跌下来了 真的一堆啊 那个我都已经让你看到什么 很多人都追到高点了 当最后 就等于接最后一半了 所以我就说 走到这个时间点 你可能要预防一下 这个盘在走区间 但是你面临到3月21号的状况 到底现在情况不明啊 虽然让你看到创新高 可是这两天你要特别留意啊 如果说有那种 假突破的现象一出现的话 只要稍微有点爆量 然后又流下很线 然后开始能出现 开高走低的状况 我跟你说哦 那个老鼠会越来越多 所以你有必要在这里 跟他拼生死吗 当然我这样讲你不同意啊 啊老师啊 每个老师都是那个最强的 创新高的股票都有 你都没有 你不是小朋友 创新高的股票你都有 一堆股票呢 已经让你看到 从高档跌下来的股票 你都没有 怎么可能 我说句话怎么可能 有一个方式吧 这组别分多一点嘛 分个七组八组左右啊 每一组买个五档啊 反正我就让你给你猜猜看嘛 反正涨上来的股票 我就拿到节目里面做生意啊 是不是 问题是你参加你什么都没有 结果你套牢的跟赔钱的 比赚钱的还要来得多 我说这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啦 老实讲我也可以照这样的模式去做 只要我跟你讲 你看我的股票涨平板 哇你看我的股票要创新高 我可以跟他说 我一定收得到很多会员啊 可是我不需要这么做 我跟你说过我不玩这一套 所以呢我是建议各位啊 这个地方我跟他说过啊 三月上旬前你要预防他走又多的陷阱 那我这些也提醒你嘛 盘才是多头啊 大家都想赚钱啊 可是你不要去当最后一只老鼠 你懂我意思啊 来到这时间前 你有必要在这里跟他拼生死吗 当然如果说盘真的 让你看到什么 一万九千五一两万 那当然我错哦 问题是怎么上去 我们在拭目以待嘛 如果他是出现假突破的话 很多个股 很多人啊 是追到高点了 所以这一段过程里面 我们都非常谨慎操作 会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我会员只有三组啊 而且我说我这两天跟他讲嘛 我们电子类股只剩下 最后一两档而已啊 是不是 所以呢当你这个盘式 走到这个时间内 你过完年之后 你这地方进场 你要做什么 一定想说想办法赚价差啊 问题是你这个价差你要赚得到啊 如果有些个股这样子跌下来 你怎么赚价差 有些个股现在让你看到 怎么搞的又从高档跌下来 你不是在等解套吗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的持股不多 但是呢要该赚价差 我会帮你做到 所以呢有些个股 我们最近呢 第一档买完拉高 我们都有先卖 第一档买完拉高 我们都有先卖 空间没有很大 但问题是最起码 我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风险 不好意思啊 我这里就是想要跟他拼生死 没有关系 你就尽量拼吧 我只说了 不要到最后一整年 下来之后 你全部都要等解套 那当然有好的股票 我们也不放弃啊 我跟他说过 我们就精简持股嘛 我们就稳稳当当的赚 你不用把你贪婪的心 放那么大 到现在为止 我就说啊 一定有人追到最后一半 有没有追到 我现在 那你有没有追到我不清楚了 但是你跟我做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当初有跟他讲过 像有一些索码的股票 半导体索码的股票 我这样能有更快嘛 饭全嘛 你看啊 昨天创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 有没有 好的股票我会带你做啊 但是你不用去买一堆啊 像什么 3587的宏康 那时候我跟他讲啊 台积电的概念个股啊 到现在为止 你看这些个股 现在都跌不下去啊 最起码我们把成本压低啊 是不是 而且呢 有些更好的股票 我说了 有些个股啊 能够赚波段的 我们就尽量赚 但问题是这个盘 走到这个时间点 你看啊 有些手满的股票 能赚波段我们尽量赚嘛 像这些个股啊 昨天涨的时候我就跟你讲啊 我前面已经卖掉了 我已经赚45%卖掉了 后面你要就给你啊 你去追看看嘛 结果已经又跌下了 没有意义啊 所以该赚波段我们会赚 但是来到这个时间点 只能先做短线的话 那就不要就跟他拼一堆 好 就不要买一堆 所以呢 有些好的股票 我倒是认为了 到这个时间点 有些好的股票 他还是继续供买 那时候跟你讲终于啊 结果呢 最近让你看到什么 都还在创波段新高啊 稳稳当当的个股 你做个一两支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不是在底部 如果在底部的话 我会叫你赶快去中压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台北股市走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要预防我这两天 会不会让你看到一个假突破之后 结果又压回 只要是要稍微压回 当然这地方是压回 还会偏区间啊 但是如果说等到3月12号那天 通膨的数字又出现反弹的话 我想那全球股市已经大震荡 所以来到后面这一段 还有一点点时间了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在这里 跟他继续拼 这东西留给各位去思考 好不好 所以我们对整个盘式 跟整个我们的做法 都是有连贯性的 那我也不是说 像一堆老师每天都拿 那个最强的股票来跟你说 我可以说吗 你要买多少档 买到一堆之后呢 套牢的跟挺损的 比赚钱的还要来得多 甚至一堆老师讲的股票 你根本都没有啊 每天都跟你讲掌停板 好心动 把电话进去赶快加入 怎么搞的掌停板你都没有 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好 你已经比较清楚了 所以我建议各位 这个盘走到这里的时候 持股的部分 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操作里面 看能不能找到那一张 这里剩下20秒 我讲一下了 以法人的操作里面来看 在低档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成本尽量压低 可是现在整个散户 是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尽量在这边拼命去追嘛 所以只要稍微一有闪失的时候 你股票就套在上面了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 不知道持股的状况 我建议你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这个周年期我们这礼拜结束 那认同的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到早出门 听下午 入冬过后 风变凉 为了生活在打拼 不怕辛苦 卡手打 我们收心好跃 太安逝 有时风修 有时空 有烫 感受天 沒錢也沒錢 身體若保養驚 無論天多冷 天多大 我們都有決心繼續變 如果開熱 我們都窩固休息之後 一瓶保裡達 今天要開熱 保裡擔心 二七八一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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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九零九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運達頭顧蕭老師 祝您股票攏攢機 福氣攏松來 感恩回饋慶忠年 全面五折 全面五折 請您力氣拨打 致富專件 二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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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八一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零九零九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想瞭解 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好 歡迎到現場 台北股市间指数在创新高 不过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去解释过 跟分析过 整个内容跟整个架构 那这两天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盘在创新高的时候 会不会在这两天 出现一个假突破的现象 如果是出现这种现象的话 整个多头应该是走到陌生段 所以来到这个时间 如果是走到陌生段 你去试想 你有必要在这里 跟他一直去拼吗 这东西你可能稍微思考 因为有的时候 把资金留住 去等待一个最好的机会 反而你能够赚更多 好不好 那你能够认同的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周年庆这个礼拜结束 全面五折的方案 这个礼拜即将截止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资公司 电话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喔…跟着骑自走 这间差不多了 是准备上餐 到哪里啦 外交才在北啦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了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错车了 你累了吗 保力达满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运达投资肖老师 祝您股票担监 福气隆松来 感恩回馈庆祝年 全面五折 全面五折 请您力气拨打支付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雇 专专业智慧